比如说武则天你怎么办呢 这是我曾经看过非常多版本的武则天的传 有那种特别正经的 有那种特别八卦的 也使的 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演武则天是最好的一个讯息 就是他想那个敌人节 想杀掉他那两个男宠 然后他不让杀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就非要杀掉呢 这意思我也是个人 他没有耽误特别多事 对吧 你应该体会一下我 然后敌人节就跟他说了一番话 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是没有资格做一个女人的 你没有机会 然后你也没有这个机会 是一个人的感受的 没有资格没有机会 大概这个意思 然后他沉默了 敌人节就走了 然后第二天两个被杀掉 就是我在想 敌人节走了以后 他怎么回事 就是什么叫没有资格 怎么样转变的 是吧 我看书看到这的时候 我有点替他难过 我觉得这种讯息 对我来讲是 演一个人重要的讯息 而不是那种公斗 然后我上去以后 我不是那种太表明了 你刚刚说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 非常核心 本质性的信息 本质性的 对 所以有时候演 就是那个底层 那个真正是人的那一部分 到底是什么 你演的不是戏吗 你演的是人 但是人太复杂了 人这个动物是吧 尽管咱们俩刚才说 那个细节的讯息已经很核心了 但是体验和体现是两步 对吧 那我能体验到 那我怎么体现出来 比如说你在《春潮》里面 演的一个记者 对你来说 比如说那样一个角色的核心信息是什么 又怎么体现这件事情 《春潮》这个角色 我认为他有一个能力 这个郭建博 他是建立在生活之外去生活的 他只能这样 因为生活把他压到已经无法喘息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形象的 其实生活中有这种人的 然后我们通常说 这人怎么那么冷漠 是吧 这人怎么 但是你不知道他的苦难 他的苦难是 如果他不这样 他就没法活下去了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重要的 我不管他是不是记者 那你不是说 我要做出很多表演的样子 我什么都没做可能 但是我心里是非常充盈的 百转千回 你都能看得见 但是我是没有表情的 演戏像什么呢 比如说初步 咱们能稳当地坐在那 就不错了 但是你一坐下来 你那个杂乱 又心乱 那想法太多 念头太多 下一步就是告诉你 抓住一个念头 发展成一个故事 或者发展成一个 另外的世界吧 这就是已经很好了 那最后就是 一秒钟掉到那个 这个角色的状态里 你是分不清 我是真的假的 但是这个 当然他也是需要训练的 这个日常训练怎么进行呢 我觉得这是敞开 就是很多 我们都知道的解放天性 解放天性不是那种 来我给你唱一个 来我给你跳一个 那是戏剧性人格 那不是真正的 好演员的样子 好演员就挺害羞的 你让我唱一首 我没有让你唱 就是 内心是绝对敞开的 而且有一部分 是特别纯洁的 就跟小孩似的 他不会知道 他在演戏的 就跟我儿子似的 经常玩游戏 不知道谁告诉他的 俩人 他这样 他在那念拿个手机 有一个人走走路 突然摔倒了 他弟就摔倒了 他跟拍跟得还特别准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又起来 看见了一只大老虎 就类似这种 然后说 哎呀 又有一个人摔倒了 然后把那机体说 这个人就是我 我一看这以后 当倒脸的料子 就是他在弄这一套的时候 他无所谓 他演的好不好 是吧 他也无所谓 你给不给我长生 其实演员就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有一部分是极其纯洁的 然后我无所谓 你来伤害我 就伤害我吧 为什么带来的可能是伤害的 我我其实很早 就是很早很早 我就会相信生活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好多电影啊 电视啊这些都是 都是在说一些 哎呀就是可能比比较抓马的吧 可能比较那样 这种东西 而生活实质发生的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是才应该被呈现的 是 就是那种哇 这个痛 这个刺就是拔不出去啊 那种 是吧 你想尽办法 你真的用各种力量 但是拔不出去 他会能打动我 就那个隐隐作痛 永远隐隐作痛的感觉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 这个也不一定是天生的 是跟 我觉得好多事情 我非常感谢有一些事情 或者有一些人 把你逼迫到了一个尽头 但是当你到了这个尽头 以后你才发现 哇 尽头还要好远好远 小老师 哎 我跟你说啊 首先我想说 在我的概念里 一个有知识文化的人 是不可能高过一米七五的 啊 凭什么 这是这是我的框架啊 你的偏见是吧 我的偏见 对 你说那么高 这是我的偏见 参加那个节目了吗 你怎么看到年轻带 这么多人 这么渴望进入这个行业呢 赚钱呗 这是很简单嘛 是吧 名和利 就是这个行业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最显眼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 那为什么不好 学一学金融 对吧 绕这么大圈干什么 因为做金融的人 不被看见 那演员也是金字塔尖上的人 才能被看见呀 但是大家以为很容易 对 有这种物件 对 然后你这个 在节目里宋文也说 就是特别吓人 朋友的孩子 学习不好 然后来找宋文说 哎 哥们 我学 我孩子学习不好 你给他弄到电视学院上学去吧 我也有这种朋友 觉得自己直接受到巨大的侮辱 是啊 对吧 你读不懂书的人 怎么能读懂剧本 还不要说你去呈现了 你体会读都读不懂 这是难道我们还没文化吗 难道 所以我现在我非常感谢 有一个行党 就是直播 就是终于有一些人 不用去绕这个弯路 一定要做演员 就是就直播就好了 你绕一圈还是为了赚钱 对吧 另外一个 钱 就是人到什么时候会考量 就是很复杂 这个事情 就是那个 你先卖左腿和先卖右腿不一定 还是跳过去 对 是吧 但是总归会有一个时间 会让你做出一个选择 而这个选择呢 对已然有一点成绩的人士来讲 就是更重要的 对吧 就说实话 就我可能从来也没有说像别人赚到那么多钱 但是其实我没有窘破过 对 就我没窘破过 也不是不缺 就是没有感受到那么窘破 包括就是 你红不红 人家也知道你是好雷 知道你是谁 但是就是说这个里边也得有觉知 就是说好 现在给你一个特别好的戏 和给你一个好的钱 你要哪个 真的 好多时候我就说 不要装了 不要扯了 真的 大部分的人是要钱 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顶级的演员 一定是有一份自 就是觉知的 有一份自信的 要不然 你对你上去怎么保持这种自觉性 我就是 一是就是 我不太触碰那些 难以让我自觉的 二就是 我实时觉知 其实叫实时觉知 就我可能实时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在观察我自己 我不喜欢你 所以礼貌我可以不跟你讲话 对吧 然后会说你来挑战我 那我就直接告诉你 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喜欢你 但是我绝对不会允许 我不喜欢你 然后我还假装 哎呀亲爱的 我才这个 对就是 这是就是一种训练 当然你 不理人家 人家说你不好相处 你直接跟他说 我不喜欢你跟我的这个方式 甚至我们对不起 没有什么缘分 气场不太合 然后说 哎呀你看他多么直 是吧 多么的伤害人 那好吧 我宁愿这样 我也不愿意去没有觉知 我觉得你身上这个勇敢那种 不受规训那种东西 真的是挺难得的 很少见 因为我觉得我得特别清楚地知道 我真正的我是怎么回事 我在化妆的时候 刚才我说 哇有个事情 他们 我说太糟了 因为这个情版四合院 我已经近期连续三次 戴着口罩戴帽子被认出来 这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种状态 我平时是从来不化妆的 穿的乱七八糟 我就觉得就别别看着我 是吧 就类似 我还好喜欢念的线 然后你就 好赶快 三句 我可能能忍受三句吧 对 我不知道怎么 但是我 比如说我演话剧 就是 我来羡慕 就是我觉得 你的掌声必须要给我 我是上帝 就是特别有自信的 我应该接受这个掌声 但是就是把这都拿走 就是好累 不行 就很不舒服 感觉跟没穿衣服差不多 你需要一个个这种外在的东西 帮你挡住 跟生活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本我 或者叫真我吧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前几天去参加了毕业二十年聚会 什么感觉 五味杂陈吧 我觉得就是有的同学一进校门就哭了 然后惹的有的男同学说 哭得太早了 老说完自己也去哭去了 就是 但是我没有哭 那当然了 就是 因为放那个VCR嘛 十八九 哇 那个很难坚持了 是吧 然后那么轻松的少年 然后走到了四十几岁的样子 就是哭也是很正常 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没哭 就是这个岁月 只是一个岁月而已 就是我当然也会感动啊 或什么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就是下一个二十年 你可能是相同的感受 而且我认为每一个人的眼泪映照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观察了一下 我们同学 就不是一致的 就都只跟自己有关而已 那肯定是 是吧 所以就我有时候也在说一些比如说到表演啊 我就说所有的眼泪都是自怜自艺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特别的负面 挺残酷的 听起来 残酷 特别不好听 但难道不是吗 就是说哪怕 好 就是我 我跟你讲了一个很感动的事情 然后你也 就是你也挺难过的 但是肯定是因为你想到了 跟自己有关的 是的 我认为这样自恋自己没有关系 就是谁没有脆弱的时候 我现在就需要自恋自己 怎么了 但是要清醒 要觉知 你现在在自恋自己 就是得清醒嘛 就是特别多的释放 对真正的表达 会很多障碍啊 对 因为现在给自恋自己提供了太多的工具 对啊 随时都可以表达一下 对 充满了自恋自己的这种机会表达的 可是呢 这不好操作啊 这个事情 演戏是很很孤独的 就是你你也没有工具 工具就是你自己的身体 对 所以好多人也问说 你觉得哪个角色更像你呀 更近你 我说这很难讲 就是说都像 但都不是 我是一个生活中特别不容易掉眼泪的人 别人老说 你看你演戏 你就说来 就眼泪就来了 说你生活中是特别难 就是因为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 我从小有一个概念就是 不哭好像是最好的 这个是好厉害 这东西怎么做到了 很小就开始做 是这样 我的第一部是一个校园剧 并不是17岁不哭 是一个叫青苹果红苹果的一个 讲初中生的 但是我到那 就很挫败 就是非常挫败 就是 就太苦了 然后对小孩很不好 就是 我就是那个时候得的胃病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 找我的时候跟我讲的是 我是第一女主导 结果我到了剧组以后 说不行 因为谁谁谁 哪个领导说了你没有经验 所以 算了 你就给你演个单集的吧 你当时就很委屈 你知道吗 然后再加上拍戏 就特别受气 经常是我记忆特别深刻 突然特别想我妈 然后胃又疼 然后这时候 就默默地在那掉眼泪 这个时候说 快快 他哭了 赶紧把军筒给他 我当时觉得 这怎么这么残忍这些人 然后我就跑去 就晚上做了一个 那个三崩子 就是那个三个 然后就很便宜 然后就跑到海边 然后就特别有意思 挖个坑 然后就对着那个坑哭 然后再把眼泪埋起来 然后再想 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厉害的演员 那时候我就决定不哭了 哭一点都没有用 就是马上解决 你第一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我要有个情绪 所以某一方面你是非常实用的 非常 对非常 而且很理智 这个是跟父母的教育 没有 父母就永远打击 永远 就是演的还行 就已经是最好的一个表扬了 所以充满浮动量 充满浮动量 然后就拉到一边去吧 我还自己站回来 还站这儿 因为我不认为我做错了 就是每一个人 就像学唱歌一样 就是我们模仿了赵淳 模仿了谁 最初 因为你自己没有自己的风格 演员也一样 我小的时候 曾经有一度就模仿过张曼玉 我觉得张曼玉的 非常多的好的这个选表达 都是来自于他的自由的灵魂 我就没有太自由 我每每看到他的时候 我在想起我自己的小时候 就是 就我的小时候 我能感觉到是不自由 但是最后就是 你没有办法 就是被逼迫到你 不得不自由 这契机是什么呀 也不是一刻 有很多刻 你会发现就是 你逐渐通过一些困难 增长了你自己的生命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爸爸是长子 然后我爷爷去世的比较早 所以他其实只有他和他弟弟两个人 然后我奶奶又是个山东的老太太 作为长子就必须要生一个男孩 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 我一定要成为这个家族里边最优秀的孩子 我要保护我妈 就是那种小孩的那种 然后后来 最后来就是 因为十几岁就开始出来拍戏了 你必须得靠自己呀 痛苦 一定会有 对 是最开始是被迫接受 就是后来变得 行吧 就是互相滋养吧 表演是要谈到意识和潜意识这个问题的 那么我们再说什么是意识 意识是从何而来 意识这个词不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吗 那他觉得就是说 我给总结一下吧 就是说人类基因经验的总结 他认为就是带有意识状态 才能证明文明 那后来荣格说 不 这种潜意识 就是这种 潜意识才是重要的 因为潜意识更本能 就通过表演来谈这个问题 就我意识我已经有了 就是说这个蛋糕我一看 我又不用闻也不用吃 我知道它是甜的 这个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经验 以及人类的经验 对吧 然后我知道这个水是冰的 因为我看外面有霜 那我为什么还要在通过表演来 不断重复这个事情 和重视提醒他 没必要 潜意识是什么呢 潜意识是 我可以觉得这个水是热的 然后我就想象这个是香菜味 又能怎样呢 我们 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你们 理工男 那么那是歧视我们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英国 它一定要有一个答案 要逻辑 但是这个也不障碍什么 不障碍想象 对吧 对 它是个论证的过程 对吧 最近我老遇到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受的那种教育 就是理工科 然后去北大学读书 然后整个教育链条 是你就好像特别安然的进入一个现代世界的一个话语系统 明白 可能或者说我们一开始就被巡抚 就是某种原因巡抚了 你说怎么可以完成一个自我的一个 对 自我的一个救赎吧 对 你觉得什么是痛苦 就是我觉得永恒的把那种你期望的东西和你和现实的东西的紧张感 对 但是我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深层的痛苦 能看得出来 要不要这样 就 就为什么 就是 比如 比如你被一女孩甩了 你会不会痛苦 过几天你就好了 你看 就是你还是 我觉得我好像生活在 我觉得我生活在生活的表层 表层 尽管我总是我在寻找深刻 但现在我生活在生活的表层 但我好像也不知道或许什么契机会把我带到深层 但我现在就我也四十多岁了 就好像没有发生 就没有这个机会 是吗 没有这个契机 对 就是把你拉上去也行 或者把你拉下去也行 但是都没有 现在就选在那 这好像应该是通常状态吧 常态就是一个 一个人 大部分人的常态 对 常态 其实 没有人想去痛苦吧 但是如果你要更本能 永远要保持一份敏感 我见了太多这种形形色色的 都不认识的啊 这种心里就是有痛苦的人 我们这个民族特别爱管闲事儿 然后从不管到家 是不是 就是哎呀他怎么了 然后从来不去真的体会 因为他不真关切 对不真关切 然后你真的会看 就是哇 你听下来 你作为旁观者 你觉得好小啊 这个事情 对 不过他已经痛不欲生 那他是个能量 然后就觉得 很多事情就是 不是说看人家有多苦恼 就看开了自己 而是 真的假象 世界是一面镜子 实际上所有的一切 都是反观 真的 或者你投射的 或者折射你